想清楚了 也就不需要徵招 去東京就好了 對不對 不是 我現在不是在講 我是想說要不要選這件事情 東京沒有正當性 不過我先講一下 有關於李嘉芬的這個想法 他到底有沒有阻止 韓國瑜省總統 我再請加入 剛才到老講我們全代位的氛圍 我來講一下 可能韓國瑜他們家裡面的氛圍好了 還是高雄市 高雄市現在的氛圍也是很重要 我先講 如果講到嘉芬姐 我記得去年五月份的時候之前 還在決定 韓國瑜市長要不要出來參選 那時候我們在市黨部 常常跟韓國瑜市長 討論的一個話的當中 言語中聽得出來 他很在意家裡面的想法 他要不要出來選高雄市長 在那個時間點 大概是過完年三四月的時候 我記得是五月份 那時候要跟陳寅民委員 啟動市長的民調初選 那其實韓國瑜市長他們家裡面 的確李嘉芬姐 韓濱對他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那選總統當然事關重大 畢竟是85萬票把他選出來 那他今天也說 我會不會變一個落跑市長 我覺得這個氛圍 他到底感覺高雄市長 高雄市民對他現在 去選總統這件事 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如果他 如果我現在在鼻子在聽 我覺得從過完年開始去 討論韓國要不要選市長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選總統 我真的覺得高雄市民 在整個基層裡面 我覺得有一些變化的感覺 那個變化就是說 第一個 剛開始討論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職大概一個多月 那是二三月份的時候 說實在話 大家說一個月而已 因為他就要選總統 但是經過這兩三個月 包括去新馬回來 這個漂亮的成績單 現在大家 先不講總統 大家全國看到韓國瑜第一次 就是說你怎麼做到這裡打拚 你要比較休息 這某個層面上是肯定他的施政 他做一個首長 大家是肯定他了 我說真的 你要讓人把你扶起來 你也是都穩定 所以韓國瑜這短短兩三個月 他是讓高雄人越來越接受他 我常常講說前陣子有一個民調 對他的施政滿意度 是超過60% 突破了他的得票數 所以表示高雄是現在 越來越接受韓國瑜 所以你再過 不知道再過多久 一個一兩個月過會不會 越來越多人肯定他的一個 在高雄的施政 那會不會轉成說 他要不要去選總統這件事情 對他到底是加分還減分 我講另外一個 昨天我才跟市長在討論一個東西 就是致經區 其實市長很生氣 他覺得說他請南委 在行政院提出致經區2.08 他一直認為這個是高雄市 未來幾十年 一個很重要的經濟發展 要做的事情 但是他覺得 我們的行政院的團隊 輕輕拆拆 好像毫無思考 就把它否決掉了 很快的時間馬上就說 這個東西是炒冷飯 什麼農業問題 四大不可能 四大不可能 他要的是四個一 他說一個石化專區 一條完整的捷運路線 一個致經區 還有一個國際機場 這是韓國瑜現在為了高雄 未來四個一 但是這四個一 都要中央來做幫忙 所以他做的 高雄市民看到了 他做的是高雄真的 未來需要的東西 請問一下 你這個風圍再繼續下去 高雄人的感覺是什麼 本來高雄是說 這個幾十年難得的好市長 我就跟你管理我高雄就好了 你會不會變成 你再過個兩個月 我說一句實在話 這個致經區前兩天在行 這些那種非常粗魯的那種否定 比之前所謂的交通部 要不要開審查會議 通過前瞻條款的預算 我覺得還粗魯而過之不及 所以韓國瑜市長對致經區 他是非常非常的憤怒 我是說實在話 這個憤怒我覺得會轉到 高雄市民來覺得說 好啦 不然你既然 韓國瑜市長沒辦法做到 沒做總統 你做總統相信高雄 他可以出那麼大難 所以我覺得大家講氛圍 韓國瑜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負責任的一個人 這我們在旁邊的觀察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高雄市現在的氛圍 有一種要把韓國瑜 推到中央去 因為他在當高雄市長的 這個角色當中 根本上沒辦法解決高雄市 我覺得是增加當中的 在往中央推 高雄市的氛圍在這邊 有這樣一個增加的氛圍出現 我順著邵廷的話講 就是昨天有聽到一種說法 就是說韓國瑜今天 如果要出來選總統的話 我們一直在討論政黨性 對不對 代表政黨大家覺得說 政黨好像現在當市長 當選完 然後又要來選總統 所以有一種說法是 如果他是代表高雄人 來選總統 對 就是說代表高雄人 來參選這個總統 可能那個角度就不一樣 意義就不一樣 那就是剛剛邵廷在講的 這樣的氛圍是不是在行程當中 如果行政院繼續用這種方式 來卡寒的話 他搞不好就是怎麼樣 另外一個就是浮龍 另外一個浮龍的座法 另外一個浮龍的座法 最後可能正當性就來了 我代表高雄來登記 我代表高雄參加黨內初選 有可能 所以江啟成要不要代表台中 來選總統 其實此刻逼他做決定 或者是逼黨中央要不要徵召 我覺得十幾點都不宜 就像剛剛邵廷講的 事情還在變化當中 變化就是幾個因素在交叉變化 一個就是現在高雄的市政 他要推動的東西 民進黨中央可不可以支持 這個東西其實是會激韓國瑜 我記得好像是李嘉珊那時候講 他說韓國瑜這個人激不得 你如果把他逼到一個程度的話 剛剛大家講的意願問題 有可能就會消失了 是他自己會主動覺得說 如果真的沒有跳出來 這個形式改變不了 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民進黨繼續出手 都需要中央核定的事項 他持續要用卡韓的模式 他要困住韓國瑜 逼到某種程度 可能把他自己的戰鬥力 又激發上來 然後可能覺得飛出馬不可了 這也是有可能的 第二個就是說 高雄市民我覺得還是至為關鍵 他不見得是代表高雄市民選總統 而是說高雄市民願意認同他說 你不只會是一個好市長 你將來也會是一個好總統 所以我們願意成全 只要高雄市民願意成全認同的話 韓國瑜在這一關又過了一關 就是說除了他個人的意願之外 高雄市民因為這個是他有 他一直在強調他跟高雄市民 也是有承諾契約的 所以要高雄市民同意的情況底下 他才有可能自己主動表態說 他要來選總統 這一關也非常重要 至於他的家人的部分 我認為今天加芬姐的談話 他沒有說絕對不可以這件事情 在他談話當中 他是用一個暫緩模式說 不要此時此刻來逼問我這個問題 只要是這一種回答的 都表示說這個事情還有空間 我從剛剛少廷的談話裡面 就可以聽得出來 就是說事實上 你說對他們家人 會不會去討論這樣的事情 聽起來好像會討論 但是會不會有掙扎 會有掙扎 因為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有動態的因素 他必須整個時機成熟 然後讓他有這個正當性之後 他才有可能是以個人的意願 表態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如果現在時機不成熟 他此時此刻你說 你要韓國瑜說選或不選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好答案 你沒看到他之前 那個一杯下飆說不選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社會氛圍 這些挺他的人 對 要暴動的感覺 他也會擔心 那個也會錯了國民黨的士氣 他此時此刻說要選 正當性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所以我認為再過兩個月 其實大家真的騷彎護照 我覺得台灣社會還可以等 等國民黨的那個初選辦法出來 剛剛大家都很焦慮說 是不是會演變成換柱 其實我個人不認為 我認為其實以吳主席的智慧 如果他現在已經跳脫 是參選人的姿態 以他在政壇這麼久的資歷 他過去也常常打勝仗 他一定會想出一個周全的辦法 就是說到時候 在各方的條件成熟之後 剛剛大家也講 不見得是 有一種最好中央當然是 韓國瑜自己可以表態 因為各方都成熟 高雄市民也一陣的呼聲說 你要去選總統 他自己也覺得被中央卡夠了 所以他的去登記參選 這個正當性很夠 但是有另外一種情況是說 整個形勢可能是需要他 我為什麼覺得 還需要兩個月的變化 我們也不能忽略朱立倫 跟王建平院長 就是他們兩個在這兩個月內的表現 會是如何 也是一個關鍵 有可能 譬如說朱立倫有可能升上來 就是說他也衝得不錯 所以到時候在民調上 他跟韓國瑜都可以是不錯的選項 這時候就沒有說 非一定要強力徵召 這種模式不可 但也有一種情況是 兩個月之後在民調上面 可能朱立倫也不行 王建也不行 韓國瑜還是一隻獨秀 這個態勢也會很明顯 所以有人建議說 這段期間必須持續做 滾動式的民調 我非常的贊成 就是說不斷的去測試 台灣的民意 所以任何要角逐2020 國民黨的初選的這一些候選人 事實上從此刻開始 每一天對他們都是挑戰 他都必須盡力的表現他的能力 他怎麼樣作為一個 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他是一個升任的 那個能力要展現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民意會說話 就是說持續性的 這樣的一個民意調查 也會呈現出到底有沒有此消彼長 還是是一個停滯的狀況 等到一兩個月之後 這個態勢更明顯之後 我覺得黨中央要決定 是不是要徵招 或者是讓韓國瑜直接登記初選 或者是說有人幫他 待會登記初選 還是說根本就不用了 因為有更強的人 其實也出來 大家都解套了 我覺得到兩個月之後 這一個態勢就會明朗 那個我覺得有時候你做決策 要一個好的時機點 此時此刻我真的覺得 任何人去逼韓國瑜都是不移的 對他來講真的太為難他了 其實也不需要 就讓他好好做他自己 然後這一次的大陸行就去 他也會盡力招商 然後之後還有美國行 就是繼續做 你也要尊重其他的這一些太陽們 就是說朱立委員已經表態參選了 他現在要認真跑 王院長今天人家問他說 你就直接當副手 他有點不高 他有點不高興 我覺得他不高興當然也是 因為人家已經表達那麼大的 要參選的決心 你要尊重他 你要讓人家跑跑看 不要此時此刻就說 你no man 大家都不適任 然後就唯一只有誰 我覺得真的在兩個月 大家不用那麼急 到時候的態勢很明朗 誰的聲勢還是那麼強 誰還是最強的候選的 我覺得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 自然而然那個人一定會成為 中國國民黨的總統的候選人 吳主席最近的這些安排跟鋪排 是要叫大家冷靜 兩個月內他會給答案 是這樣嗎 子澤 政治變化很快 所以的確是需要一點時間來觀察 尤其剛才大家忘記討論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就是柯文哲選不選 因為柯文哲最近氣勢比較弱 所以大家就問他 柯文哲選不選 又會影響到國民黨 或甚至說韓國瑜 要不要出來這件事情 我怎麼覺得柯文哲這件事情 已經不重要了 別這樣 他還是台北市長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在討論韓國瑜 要不要出來選總統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在討論正當性 可是正當性 我覺得背後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是主動或者是被動 如果韓國瑜是主動要出來選 我覺得這個 對他而言或對很多人而言 可能這個正當性就會削弱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會違背了 你自己的政治承諾 簡單講就是你剛剛當選上市長 剛剛玉銘在說你都沒有在聽 他說那個氛圍 已經氛圍到說兩個月後 他不出來選就沒有正當性 所以我要講 就是說他的正當性 可能來自於被動 被動就是說 剛才那個玉銘委員講 就是那個氛圍或民意的需求 或等等 這個就好像 我覺得盧秀燕市長講得很精準 當時韓國瑜說 他不去領表的時候 盧秀燕不就講了嗎 對 他說什麼 不能忽略未來民意 對韓國瑜的期待 他講白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即便你自己 可能現在的意願不高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的意思 對 所以說我覺得 所以剛才大家還提到 主動被動這很關鍵 為什麼剛才大家提到說 那個領表的時候 是他主動去領 還是別人幫他去領 我覺得很厲害 這一點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你不要顯示你年紀輕 你們國民黨的發展的歷史 就是這樣 這都發生過 我知道 我有想起來這一段 可是我覺得 假設像韋翰剛剛講 他韓國瑜默許 默許別人幫他去領 事實上也是某種程度的主動 所以說我覺得 可能就是說比如說 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他被徵召的可能性最大 被徵召 這個是被動 所以說大家 為什麼剛剛黃光晴那個事件 會引起了這麼大的風波 事實上他也是在問他 你會不會坐滿 坐好 這件事情 所以說一邊是政治承諾 對高雄的政治承諾 一邊是對民意的需求 你能不能去接受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整個人 我認為韓國瑜要出來 有三個條件 第一 高雄有放人 第二 黨內有共識 第三 民意有支持 沈大陸不要說我說廢話 我覺得這個是 雖然是廢話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關鍵 這一點怎麼到 可是這是一個很完整的 很完整的 韓國瑜要出來的正當心 民調現在就是民意有支持 你第二個是國民黨有共識 現在朱立人說可以 王金平也不反對 那不就國民黨有共識了嗎 武敦也是有萬分之一的機會 所以我一直有高雄要放人 你又把整日推給高雄市民 我沒有推給他 就是說大家 如果民意的洪流是這樣走 大家都擋不住 還有就是說國民黨 剛剛我講了一個外國因素 如果只有韓國瑜 才贏得了所有的人 那真的是沒辦法 假設還有其他人可以贏 當然就有其他選擇可以選擇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同意剛剛大家講的 就是說這個到初選 到領表還提名 中間真的是還有時間 我坦白講 冷靜兩個月 現在說的話 很容易在兩個月後 我回來覺得說被打臉了 所以少說一點 我們用現在有的資訊去判斷 但是過多無意義的判斷 最後都會被打臉 甚至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月再觀察一下 政治情勢 我覺得可能還後續 再做比較穩健的決策 我在這邊我倒認為 正當性沒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指責認為 韓國瑜要出來選 正當性會有問題 我倒覺得沒有很大的問題 剛剛大佬已經提出 幾個方案裡面 其實在正當性方面 有幫韓國瑜做的一些鋪陳 我覺得這個是 正當性是好解決的 但是對韓國瑜來講 他為什麼會到目前為止 沒有很明確的一個表態 我覺得他有幾個思考點 第一個問題就在於 高雄市的腳跟能不能站得穩 也就是說當他出來參選之後 高雄市未來 會不會被陳其邁拿回去 我覺得韓國瑜是會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韓國瑜贏得總統大選 那麼他可以加乘於 高雄市的市長的下一任的選舉 這一點的話是會有把握 但是不一定能夠贏 但是即使高雄後來輸了 我說即使高雄後來輸了 而韓國瑜贏得總統 我想這個也是大的 因為我們取大不取小 我想這個部分裡面問題也不大 在這個部分裡面 但是韓國瑜為什麼會一直思考很多 我覺得在高雄市的未來這個部分 對他來講他有牽掛 他有思考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對於 黨內的大佬如何能夠 就是說尤其有意參選的人 如果能夠把這股力量 把它整合進來 來支持他 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 那麼繼續來參選 我想他這個部分他也有在思考 因為國民黨內確實比較複雜 可是我也覺得這個問題也不大 是在於如果韓國瑜一旦出來參選 我剛剛強調 正當性沒有問題是可以鋪陳的 很好的情形下 韓國瑜如果出來初選 而他的聲勢 他的聲勢如果是越來越強大 然後他擊敗對方的 可能性是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覺得原來對他有這樣意見 那樣的意見的 這一些原來跟他可能是 潛在的競爭者 轉過來支持他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判斷得出來的 換言之也就是說 原來可能會覺得我不爽 或是我不舒服 或是我可能會想要破壞團結的 可是眼看著韓國瑜 越來越有可能勝面的時候 那一旦勝了 是整個大勝的情境下 我覺得他們的這股力量 再轉回來支持他 我覺得這一點問題也不大 因為在韓國瑜 這一次選高雄市市長的時候 其實就出現這個現象 剛開始黨內的大佬 沒有很多人支持他 他一個人在高雄 孤金奮戰的時候 沒有很多人支持他 可是隨著他的聲勢 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看看所有的 想辦法都往他身上靠近了 然後有加成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韓國瑜也不用思考太多 也不用擔心說 萬一如果我這邊選不好 因為我覺得我是滿贊成大佬 他提出來的 因為我本來是認為說 韓國瑜就是要有霸氣 大佬我們剛剛在閒聊的時候 他說要有流氓氣 就是要有流邦的這種敢衝 敢撞 敢去打 我覺得 等一下 我們節目前我們講 流氓氣是在講的 江啟成 你不要把我掛到韓國瑜上面 這個明天報紙登出來說 大佬建議韓國瑜要有流氓氣 那還得到 流氓 我是引用你的官衣 可是你建議江啟成 要有流氓性也很誇張了 沒有 江啟成是需要 我是贊成大佬用流氓的概念 我覺得流氓的概念 可以用在韓國瑜身上 他現在已經有點像了 但是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亂了一團舟 其實我覺得 以剛剛的鋪陳來說的話 事實上正當性真的是沒有問題 就是你就衝出來 衝出來 我覺得就這樣打下去 所以是鼓勵他主動表態 我覺得不是 不是鼓勵 是要有正當性 我覺得大佬已經把三個方案 你剛剛不是說正當性 不是問題了嗎 三個方案裡面的兩個方案 都是讓韓國瑜 取得很好的正當性 講的應該是主動出來承擔吧 對 好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好 正當性沒有問題 一旦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打 り吉利 iness 發現 得